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今天是加东时间2023年8月16号星期三 8月15号发生了一件很好玩的事儿 就是国家统计局不公布7月份的青年失业率数字了 发言人对原因的解释是 社会经济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我们统计工作也要不断完善吧 所以这个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不断的健全优化 但是看起来啊 这个青年失业率数字的停更也不会维持很长时间 说把一个劳动力类别的调查统计压根就给取消了 这也太中国国情了 也确实太搞笑了一点 所以发言人也为下一次公布这个数据埋下了伏笔 他说由于居民受教育的水平在提高 青年待在学校里的时间也在增加 那么在今后的统计当中呢 对青年人的年龄范围界定也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什么意思啊 大家听懂没有啊 其实呢 这就是要以后修改这项统计的标准了 要耍赖了 要改规则了 对于什么叫做青年 什么叫做青年失业的标准要做修改 因此大概率的 大家看到国家统计局下次再发布这个数字的时候呢 这个青年失业率最差 也是增幅大幅放缓了 甚至有所回落 在中国的青年失业指的是年龄从16到24岁这个阶段 有劳动能力的 有劳动意愿的 又没有在学校里的青年 没有工作的 那就算青年失业了 不过各个国家对这个青年失业的年龄段定义并不完全一致 有的国家指的是15到24岁这个阶段 比如我们加拿大就是这样 日本也是这样 最宽的口径指的是15到29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 相对而言 中国所采取的是国际惯例当中最窄的一个 是16到24岁 所以他得出的失业数字呢 相对来讲也是最小的 可即便是这样 按照一个星期工作一小时也算就业 按照你开个网店摆个烧烤摊也算就业 就这样 6月份的青年失业率也达到了惊人的21.3% 实在编不下去了 压根7月份就不公布这个数字了 接下来就要改规则了 这张图表呢 是我转自于自由亚洲的推特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中国青年失业率的逐月走高 曲线的部分是按照经验推测 7月份和8月份的失业率 因为7月份是中国大学生离校的最后期限 那按照这个趋势预测呢 8月份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能够飙到 23%到24%之间 我们之前的节目曾经谈到过 青年失业率它除了反映 青年们找工作的难易程度之外 它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依据它和一般的统计经验 你可以去倒推中国社会各个年龄阶段的总体失业率 各国的一般经验是15到24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失业率 是社会总体失业率的2到3倍 那按照6月份青年失业率21.3%这个数字倒推 那中国社会的整体失业率应该是10%左右 然而你看7月份国家统计局发的城镇 人口抽样失业率是多少呢 仅仅5.3% 那10%左右和5%左右 两者相差很悬殊对吧 差了差不多一倍 所以这就叫多难穿帮 大国从来都是多难穿帮 一多难了 那各个口径的说法就合不上了 就荒腔走板了 所以统计局就要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 得先想折和其他口径能够合上 不要互相抽嘴巴了 这个青年失业率 其后才能够继续发布 我在今年7月21号那集的节目当中 引用北京大学张丹丹的一个调查结果 他是认为早在今年3月份 青年失业率的最大值 就达到了惊人的46.5% 如果我们从上面那张图表来看 今年3月份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青年失业率 只有19.6% 那按照张丹丹所预测的这个趋势 到了青年失业高峰的7月份 那实际的失业率 肯定是在50%之上了 之所以民间调查和官宣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是因为张丹丹把1600万肯老青年 那些职业子女计算在内了 这些人肯老是出于无奈 他并不是丧失了工作意愿 也不是在校生 所以张丹丹认为 他们应该是算作劳动参与人口的 如果按照一半的青年失业率 这个比例来倒推中国社会的总体失业率 就是应该在20%左右 而且不算农民工 那请问青年们找不着工作 肯老算是一个出路吗 虽然说肯老这个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 近年其他国家也有上升趋势 但是在中国确实是尤其突出的 肯老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劳动力蓄水池 因为有父母给兜底 所以青年失业这股洪水没有立刻倾泻到社会上去 算是为政府争取了一些时间 但问题是你得有老可啃 要没老可啃的时候 那也是兜不住了 蓄水池也会失效的 中国青年的家庭背景也是多元化的 咱们先说中国在校学生当中的贫困生 这些学生肯定是没老可啃的 我今天没有搜到近年的数字 但是过去长年中国在校大学生当中 贫困生的比例占到了多少呢 大约20% 这还是经济比较好的年份 那请问贫困生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月均生活费用在300元以下的学生 或者是家庭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学生 我在九十年代在中国上研究生的时候 学校给所谓的统招生其实还有发钱 我一个月记得是220多块钱人民币 其实就是当时最低的一个伙食标准 住集体宿舍 学校一个学期收几百块钱 这是九十年代后期的最低生活标准 那大家想一想 这都21世纪过去20年了 一个月生活费用300块钱 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标准呢 那这大约20%比例的在校大学生 家里人是等着你赶快毕业挣钱来帮助家里人 他们肯定是无老可啃的 随着过去几年城镇的贫困家庭在增加 其实农村也一样啊 在校贫困大学生这个群体是在扩大的 啃老这个劳动力蓄水池是在缩小的 这是青年失业的现状 再重复一遍啊 上山下乡它不是解决青年失业的出路 为什么呢 上山下乡要存在 它的前提是得有人民公社这种组织 但是全部的农村耕地得集中在人民公社手中 它得有政府大量直接支配和管理的耕地资源 青年下乡的本质啊 其实就是囤恳 得政府手中有足够的耕地 它才能够接受从城市分流来的失业青年 才能够给他们分派活干 那否则怎么办呢 让他们吃政府的粮食养着他们吗 本质上就是让这伙人自个儿种地养活自己 政府就甩掉包袱就不用给他们发福利了 可是今天如果又把人民公社搞起来 把承包给农村家庭的耕地全部又收回来 那就妥妥的成了亡亡改制了 亡亡改制就是西汉末期 它还要复活一千多年前的西州景田制 那就把生产关系从底层完全破坏了 那就是崩溃时的灾难 那是不可能的 其实习近平今年呢 已经做了一系列倒车的尝试 像社区大食堂 还有退灵环耕但都不成功 所以几个月以后啊 这几项措施都无声无息了 失业这个雷因此它只能够在城市里面爆 它疏散不到农村去 不发青年失业率啊 其实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政府变相承认局面已经失控了 就干脆躺平摆烂 进入不作为的状态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清零结束 无缓冲躺平的时候 也经历过这一幕啊 卫健委干脆就不发布 每天的新增感染数字和死亡数字了 直接就把这个责任甩锅 给了它下属的疾控中心CDC了 疾病它自己是会结束的 你不采取什么措施它也会过去 经济危机呢严格的说 它也是这样 它自己会结束 但是它经历的过程可比一场流行病要长得多 也要痛苦的多 它不会只有几个星期就扬康了 而是要经历数年到数十年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多数国家的就业恢复到萧条以前的情况 是二战以后了 2008年的金融海啸到现在过去15年了 很多国家的就业还没有恢复到海啸之前呢 以及人们的那个实际收入状况 也没有恢复到那个水平 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的金融泡沫破裂 到现在也过去30年了 称之为失去的30年 这个清零末期失控 卫健委干脆就不发数字了 相伴随而生的是什么事情呢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买不着药 住不上院 连火葬场你都排不上 青年失业率你看现在也不发了 那大家就要预备着 类似情况的出现了 头一次发生的时候你没有准备 还说得上是没有想到没经验 第二次发生的时候仍然懵懵懂懂 那就只能说太部长记性了 另外失控呢 当然也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8月14号人民币对美元的离岸汇率 就跌破了7.28了 然而央行居然在8月15号降息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 立刻就跌破了7.31 这是从去年11月份 疫情末期以来的最低点 汇率跌破7.5 我之前的节目当中说 年底之前有可能到来 现在看起来还有可能加速 这个汇率下跌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会加速中国企业债的爆雷 咱们上次节目当中所提到的 中植系 碧桂园 还有刚刚发生债务违约的 央企远洋集团 人民币汇率下跌 对他们来讲 也就意味着 美债的负担变得更沉重了 他们得花更多的人民币 才能偿还美元债务的本金和利息 所以这个时候加息是嫌他们爆雷 爆的还不够猛 还得加一把火 也就是说 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很难做到平衡和坚固了 那基本上就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顾头就顾不了定了 由于局面失控了 所以政策也失去了方寸 事实上很可能 降息既起不到刺激实体经济的作用 反而还加速了爆雷 这几年一直流行一个说法 叫做中国溃而不崩 这个说法是何清廉老师先提出来的 意思就是说 中共会摆烂很长时间 中国社会会逐渐走向萎缩和失序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 突然崩溃会不会发生 溃而不崩 是灰犀牛 是大多数人认可它会到来的 最起码今天一半人会赞同 对中国局势的这个判断吧 叫溃而不崩 济溃且崩 那是像海啸一样的瞬间崩溃 它是黑天鹅 可能现在很多人还不能接受 说中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其实柏林墙倒塌 就是一个典型的黑天鹅事件 我上个周末 刚刚去了华盛顿DC一趟 参观了美国的历史博物馆 还在一块柏林墙的碎片前面 拍照留了个纪念 柏林墙的倒塌 其实它并不是来自于什么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交易 有什么很高超的背后运作 它其实就是由于面对局面的失控 当局变得无所作为 发生了一连串的误会 造成的奇妙后果 咱们今天来好好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看看一个复杂系统的突然崩溃 是怎么发生的 从1989年11月份开始 东德的局势就有失控了 大城市就出现了上规模的抗议 而且有一波东德难民是穿越边境 逃到了当时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那东德的共产党政府呢就决定 还是放松一点旅行限制来安抚社会情绪 结果在记者会上 东柏林的第一市委书记沙伯夫斯基 就被记者问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这些放松旅行限制的新规定 打算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效 本来这是一个简单的再不过的问题 但是沙伯夫斯基在自己的讲稿里 从头翻到尾就没有找到答案 有可能是相关部门本来就是想哄一哄老百姓 压根呢就没有给出时间表 只是想随机开放一些签证 做一些压力测试 以后再说 以后随时还可能再禁止通行 也许是沙伯夫斯基自己的秘书出错了 他上班的时候走神了摸鱼了 没有给老板准备好答案 于是沙伯夫斯基在现场就特别尴尬 他就结结巴巴说了一句 据我所知是现在马上 这就犯了第一个错误 当天晚上西德那边的晚间新闻 就把棒接过去了 就把这个消息解读为柏林墙就要开放通行了 严格的说呢这是造了人家一摇 但是起到了中国元朝末年那个末道诗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 这种谣言的功效 东德的老百姓一听全都当真了 天一亮就乌央乌央的跑到检查站前面去围着了 有一个检查站的负责人叫做哈拉尔德雅各忠孝 他是一个宪政权的死忠分子 但是一下子看到检查站前面围过来这么多人 远远超过了哨兵的数量 他还是有点怕 他作为忠诚分子就犹豫了一下 本来他应该立刻代表政府镇压维稳 但是他就缓了一下 人来的太多了 他就打电话向上级报告说该怎么办 得到的指示是立刻把人群赶走 可是就在他打电话的这几分钟 人数又翻了翻 雅各忠孝讲完电话 把脑袋伸出窗户一看就更懵了 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于是只好接着打电话报告上级 对不起我们这情况又起了变化 这下电话那头就没有声音了 啥指示也不给了 在焦虑当中检查站门口挤的人是越来越多 因为老百姓都寻思着 说不定睡一觉党又变卦了 再不跑就晚了 雅各忠孝看到聚集的人群 远远超出了自己这点哨兵能够维稳的数量 就更加不敢轻举妄动了 而且人群等得久了也开始躁动不安 就发出了阵阵呼喊 开门开门通行通行 雅各忠孝也没有办法 只好继续打电话报告 说这个局面要失控了 领导你快点定夺吧 电话那头说我不信有这种事 那雅各忠孝就把话筒伸到窗户外边去 让领导听到人们呼喊的声音 领导一听也没词了 最后只能说一句 按照规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除了说这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话 也没办法做出任何指示了 领导也躲了 那雅各忠孝一想 既然东柏林第一市委书记说了 开放旅行限制会马上生效 那我就马上生效呗 我就放行呗 一咬牙就放行了 别的检查站一看 老司机雅各忠孝这边都放行了 那我们也跟着放吧 就哗啦哗啦全都放了 于是就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张骨牌倒了 全体都倒了 到了晚上 青年人就开始爬到墙上 开香槟放烟火庆祝 还有在墙上涂鸦的 涂鸦还不过瘾 有人趁着酒性就拎起了大锤 直接DIY动手拆墙了 所以后面的事儿一步步滚滚而来 当局就更加不敢下令开枪镇压了 这个时候也不可能有人执行了 几天之后柏林墙就整体上被拆除了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复杂系统瞬间崩溃的例子 它是起因于这个体制丧失了效率 各个环节就脱节了 顶层的问题是出在中央政治局 他并没有给柏林第一市委书记 讲明白这个政策调整的目的和步骤是什么 不讲明呢也有可能是顶层领导人 他担心执行当中有闪失 就不想担什么责任 于是就把锅甩给了可怜的东柏林第一市委书记 沙伯夫斯基 这位老兄梅哲就只好自己记性发挥 一个口误就成了被造谣的口实 乱子起来的时候呢 执行链条上的人也个个甩锅明哲保身 最后就造成了体制整体的失能失效 它瞬间就崩溃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集权体制 当它没有办法给人答案的时候 当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起无限责任的时候 你发现它是极其脆弱的 那这种崩溃它并不是计划中的 它有非常大的随机性 就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它什么时候发生 你最多只能去感受它那个氛围 它是起自于意外和震惊 让所有人的行动都迟疑了 然而今年以来呢 你看确实中国也接连发生了几件 让所有人震惊的事 就连我这个资深反贼其实都很惊奇 我都没有想到当局能够表现成这样 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疫情的无缓冲开放 三年前武汉封城封的是全无准备 三年后躺平开放开放的是准备全无 三年前什么样三年后还什么样 你说连动物猫狗受到环境刺激以后 它都能够转化为基因记忆 动物行为都能够有所调整都有进化 结果党国的学习能力还不如猫狗 这是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刚刚发生的卓州水灾 又是一次无预警 为了保雄安这个废都 把河北的别的地方给淹了 雄安还没建起来呢 河北人民就要牺牲了 它真要建成了 那岂不是河北人得年年牺牲了 明年是不是还要再淹一回啊 那灾区要不要重建啊 如果要再被淹你还重建它干什么呀 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够给答案 没有答案那就有乱子 我有一个知名度蛮高的朋友 所以就不太方便透露他的姓名 他跟我说 历朝历代 凡是决堤烟老百姓的政府 气数都完蛋的很快 一旦这种事情发生 马上就完 因为这个中原大地上的第一个政府合法性 就是来自于治水 就是来自于它领导人民完成了这项公共事业吗 所以在历史的轮回当中 似乎冥冥当中定下了这么一个规矩 政府只有治水的份 没有治水的份 后面这个治是决堤制造洪水的治 谁干这事谁完蛋 你看国民政府在1938年在花园口决堤制造了人为的水灾 目的是阻止日军的推进 虽然说情非得已 但是也是干了缺德的大事了 也是算坏了规矩了 所以最后虽然抗日战争赢了 但是天下也不能由它来做了 气数尽了嘛 你听着这个理论有点像玄学 但是也蛮有道理的 第三件随之而来 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情 就是经济全领域的跳水 房地产消费投资进出口就业 还有刚刚出的汇率的事 所有衡量景气的经济指标 全都集体破该 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几年来没有人见过的 很多见多识广的人看到这一刻都傻眼了 所以哪怕是对党国最忠诚最乐观的分子 我也不相信他现在还能继续保持淡定 而现在你看中共政府那边呢 政策和危机的脱节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像刚刚的央行降息 它就和实际的金融风险之间相脱节了 就是你这个招啊 它不是针对这个问题来的 中国人不愿意借贷投资 并不是因为利息高啊 像什么政治环境的不安全和税务负担的沉重 抑制投资的权重都远远大于那个利率 西尊整天摆出要武统台湾的架势 你利息再低 你倒贴都没有人愿意借钱投资 因为风险太大 降息它并不足以拉动人们投资的信心 但是却足以扩大中美利差 足以打击人民币汇率 也足以让企业的外债负担变得更沉重 从而加速他们的爆雷 那所有这一系列后果呢 央行压根就闭着眼睛不看了 它那个态度呢就是我总得干点啥 要不然老大就找我麻烦了 我只顾得了自己了 至于对别人的后果我就顾不了了 所以呢 你看政府它这个政策的整体连贯性就没有了 它有内在的冲突了 那政权的各个部分就会脱节了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很多事情应该会马得很紧 一步一步到来的 今年这个形势会变化非常的快 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上 我想来聊一聊大批中国人滞留缅北 从事电信诈骗业这个事情 其实这是从疫情开始以来就变得非常严重的一起人道灾难 都可以用人道灾难来形容了 也许有一部分中国人是自愿在那里从事诈骗活动的 但是有一大部分人他们是丧失了人身自由被扣留在那里的 人数呢有可能总共多达30万 其实用军事手段来解决 摧毁这些诈骗业的基地解救同胞 对中国政府来讲是风险比较小收益比较大的行动 因为缅甸政府并不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你出兵缅北解救同胞 国际社会并没有什么可说的 它的政治风险小军事风险也小 你不会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那边都是一些民兵组织 比跨过台湾海峡容易多了 这起灾难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又就在你身边 那么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无法无视 在自己军事力量许可的情况下 都会认真考虑军事选项 可是偏偏中共号称是军事大国 却无动于众 1998年发生印尼排华风波的时候呢 当时的中共政府也是无动于众 你还可以推托说中国海军力量弱小 印尼离中国太远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使不上劲 可是面对着只有一枪之隔的缅甸北部 还是一堆民兵武装 你怎么还不行动呢 这背后的考量到底是什么呢 明天我们来好好聊聊这个事情 由于这个电信诈骗业的泛滥 对普通中国人伤害也非常大 所以这个话题是值得聊的 明天在会员网站上咱们来聊这个话题 那在文昭谈谷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呢 咱们就是星期五再见了 谢谢大家